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少女禁词消息爆料 海灯杰有新兵符 平老老预计5.4 元神,火神平民玩家必抽 5.2到5.3卡时确定 恰斯卡风系大C 元神,V3新诺宁增强 钟离迎来新拖颖特效 平老老暂定5.4禁词 在5.1版本中 钟离将会有新的拖颖 类似于之前在新深渊发布时的角色 然而,新的特效仍在优化中 因此,目前尚不清楚 上线后将呈现给玩家们怎样的效果 此外,钟离的新皮肤一直备受期待 在5.3版本中 玩家们特别关注火神马威卡和希特拉利 因为在海灯杰上线 这两位角色有些让人难以捉摸 至于平老老 应该会在5.4版本中登场 现在他的名字叫做 拉娘与之前的传闻相符 只能等待官方发布相关消息确认 另外,有传言称 5.5版本中的哥特妹将成为五星角色 但还不清楚木乃伊少女和西血少年 何时会加入卡池 在5.4版本中 风系成女掐斯卡的独特机制和玩法 确实令人兴奋 让人们充满好奇 据称在这一版本中会有雪山内容 另外,复刻角色将得到散兵 这让人有些意外 在5.2版本中 奈塔的首部周本也将登场 玩家们都在猜测 这一版本中的剧情会如何展开 至今,火龙王的消息仍未出现 希望不要让玩家们失望 此外,有玩家表示 欧罗伦可能会成为五星角色 否则就会直接与赛索斯对冲 从5.1版本到5.5版本 玩家们都非常期待会有一些更好的角色登场 根据大佬们的说法 这几个版本中出现的角色都相当引人注目 目前在测试服中 西诺宁的B3版本有所提升 而三岩的专舞只有岩抗 即三斤解锁三岩使用权 全对36增伤的效果 确实颇具吸引力 喜欢岩系的玩家 表示有兴趣尝试他的专舞 毕竟确实有一定的强度 不过,走出测试服后 会呈现怎样的状态 还是未知 只能稍作等待了 5.2到5.3卡池 确定恰斯卡风系大系 火神平民玩家必抽 各位元宝们 一起来看看今天 都有哪些消息带给大家吧 先说说最新的联动 元审的最新联动来了 具体大家直接看图 可以看到联动的角色是提纳里 不得不说提纳里的联动 还是比较多的 联动礼包中 还有翅膀吊牌等奖励 整体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 觉得怎么样呢 5.1卡池的新角色 西诺宁官方已经公布 复刻角色的话 舅舅也爆料了 5.1上半是西诺宁千只 下半卡池是纳西达胡桃 虽然有点出人意料 不过就5.0卡池 万叶雷神的插队来看 5.1卡池 这三位角色复刻 也并不是不可能 目前来看5.1版本的前瞻 直播时间开启 预计在9月27日日 距离现在 也就还有20天左右的 1.1版本的前瞻 5.1版本的前瞻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I'll be there One day I'll be yours One day I'll be yours One day I'll be yours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changes just open the door One thing certain I'll always be yours 在原神5.2版本的卡池中 根據論壇上的信息 恰斯卡和欧洛倫是本次的新角色 以五星限定女封C的身份 恰斯卡的登场自然引起了玩家们的猜测 他可以转换成除草和岩系之外的元素 这一特性让人们相信他的实力不会辜负期待 我们只能期待他在后续测试服中的表现了 此外欧洛倫作为新类型的弓箭少年也让人值得期待 塞索斯的实力表现也相当不错 新的同类型角色必将带来不同的体验 接下来是火神马威卡和新的五星兵辅助倩特拉利 这两位角色可以说是许多玩家都渴望抽取的对象 马威卡绝对是一个必抽的角色 其他角色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而希特拉利则被称为申赫上位角色 因此大家自然对他的强度寄予厚望 看起来在5.2版本中 申赫的出现概率似乎又有了一定增加 希望这次的卡池能给玩家带来更多惊喜 另外有消息指出 在5.4版本中可能会加入平保牢 但并不能确定 因为去年曾有消息称 他将在4.4海灯节中登场 结果却并未出现 现在再次期待他的加入 作为一个成熟女性角色 他可能使用长柄武器 但元素类型尚未确定 此外 少女哥伦比亚进入卡池的时间 也引起了玩家们的猜测 最终结果可能会在5.6版本中揭晓 可能会根据之前仆人卡池的排期来推测 希望能够真的看到这些角色加入卡池 可能需要在5.1或者5.3的剧情中 寻找线索了 不过 队长角色加入卡池的可能性 可能要等到冬季才能期待了